我要住在我祝你中 祝祭恩 祝恩到永远 阿们 准备平安 平安 人生最害怕的是什么 不是痛苦 而是放弃 人生总会有苦难 但有的人挺得过 有的人挺不过 差别在哪里 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会放弃 所以人生最大的挑战 就是怎么样让你自己 不会放弃我们的人生 我们今天要从我们所读的 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要来思想 主耶稣怎么样在祂的人生 遇到困难的时候 祂怎么样度过 可以说这次祂的人生 最大的一个困难 我们刚读了经文说 凡劳苦丹重丹的都可以到主这里来 大家都喜欢这句话 但我们总觉得 耶稣这样讲的话 因为祂没有问题 祂没有问题 所以祂就说 你们有问题的都可以来找我 如果今天你自己都很多问题 你说有问题的来找我 这好像有点不合常理 但今天这段经文要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了解一个基督徒的思想 跟一般的人确实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的人都是 我没有问题 我再来解决你的问题 但我们的信仰是 即便我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问题 这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来到一个信仰当中 都希望趋吉避凶 消灾解恶 如果今天你来做礼拜 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你并没有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回报 我们很容易的就灰心 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转换一个信仰 但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思想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在讲说 凡劳苦丹重当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是什么时候讲的呢 不是在耶稣 五饼二鱼使人家吃饱的时候 不是在耶稣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不是在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也就是说 不是在耶稣彰显能力的时候 而是在耶稣遇到困难的时候 耶稣也会遇到困难吗 这是我们思想的问题 我们总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比一般的人更幸运 那基督徒当中呢 又分等级 你有当长老直视的 你没有当牧师的 神一定会特别眷顾 这很多人的迷思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还真好 赶快问我们牧师买哪一个股票 你跟着买就对了 我牧师在哪里买房子 你跟着买就对了 对不起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发现 不但没有这种事情 并且你会发现 真正要为上帝做工的人 他的十字架往往比别人更沉重 他的十字架往往比别人更困难 而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去思想 耶稣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竟然都记载在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 那么这一章的背景 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整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搜寻台北研经培灵会 因为我两三个礼拜以前 采用了同样的经文在那边分享 所以你可以从网路上 可以更多明白这一段经文 但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 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 当耶稣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是怎么样来突破 耶稣是怎么样来坚持 因为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困难 中美贸易战打到后来 到底谁赢谁输 不知道 那川普不断地宣布一些 大家没有想到的这些政策 到底这个世界的未来怎么样 不知道 美国前两个礼拜股票狂跌 那这是不是代表 是另外一波金融海啸的开始呢 不知道 如果知道就简单了 就是因为人生充满了不知道 新的一年马上又要到了 我们已经到了年底了 新的一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 甚至如果你是从台湾的背景来的朋友 台湾到底年底的选举 高雄到底谁会赢呢 不知道 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变数 不管在政治 不管在经济 或者我说的更实际一点 明年你的婚姻情况会怎么样呢 也不知道 没有结婚的会不会结婚呢 结了婚的会不会离婚呢 不知道 没有小三的会不会有小三呢 不知道 你发现这个世界变得蛮可怕的 很多事情我们都越来越没有把握 所以这个世界将来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人生的困难 怎么办 面对这么多的不知道 而且面对已经知道会越来越糟 什么东西会越来越糟 不用怀疑 天气会越来越糟 这是已经非常确定的事情 冷的越来越冷 热的越来越热 然后每一次台风来就夹带着大量的雨水 这从来没有过的 因为冰山的溶解 海平面的升高 所以现在台风一来卷起来的水 比以前多 所以一带到陆地上 动不动就造成大规模的水灾 这个可以知道 全球气候的改变越来越激烈 这个可以知道 而全球越来越不平静 这个可以知道 因着恐怖分子 因着难民到处的流窜 造成欧洲 现在整个欧洲的大局 不管是政治经济 甚至军事 都会带来很多的变革 所以将来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跟湾区有关 我们搞了越来越多人工智慧 这会把人类搞成怎样 不知道 不会不知道 知道 会越来越惨 那刘牧师 你怎么知道 人工智慧越来越惨 我当然知道 我小时候没有电冰箱 没有洗衣机 没有电视 没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那时候日子过得比现在 似乎还平静一点 自从人类有了科技之后 自从有了手机之后 不讲话了 所以我已经可以知道 人工智慧 只会带来人与人 越来越疏远 现在的小孩 跟以前小孩不一样 以前小孩是不熟的 没话讲 那叫害羞 我只跟认识的讲话 现在小孩完全颠倒过来 我只在网路上 跟不认识的人讲话 跟认识的人 我现在跟你没啥好讲 现在小孩跟认识的人 没有什么好讲话 叫他出来 叫亲戚朋友 叫叔叔伯伯阿姨 他觉得烦死了 他在房间里头 几里扎啦几里呱啦的 跟一堆人讲话 跟谁讲话 全都是不认识的人 在网路上的朋友 连面都没见过的朋友 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科技的时代 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但也带来了很多的冲击 我刚刚回台湾去录影 也是回台湾去服侍 那就有一个家长 就跟我求助 他说刘牧师为我祷告 我的女儿谈恋爱了 我说谈恋爱了 要祷告什么东西 他说他跟一个叙利 难民在网路上谈恋爱 谈了三四年了 都没见过面 一直吵着 两个人要雀桥相会 两个人终于想要见个面 我就很担心 你这个到底对方 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所以父亲动用了警方的关系 他在美国动用了警方的关系 去联络 警察建议他 你最好不要见面 因为没有见过才来美国 没多久的难民英文这么好的 所以他说恐怕这背后 有可能我们警方处理过很多了 都是一些鲁人勒索的一些集团 你女儿要去见了这个面的话呢 搞不好就回不来了 这个爸爸吓得把女儿带回台湾去 并且没收护照 每天软禁在家 就怕他去跟这个数位谋面的男朋友见面 这个在以前的时代来讲 那叫天方夜谭 你都没有见过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多的历史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问题 而且你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怎么办 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 所有的问题要解决 都要有人支持你 你不可能一个人面对问题 所以人生不管有多少苦难 那个不可怕 有问题不会让你放弃 是没有人支持你 才会让你放弃 是你身边的人在背后捅你 在暗处开枪 这个会使你放弃 把一个人打垮的不是问题 永远要记得 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不会解决问题的人 我再说一次 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世界上只有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人 你不能够期待我活在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 那不可能 我们只能够期待自己要做一个 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人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叫内忧 第二个原因呢 叫外患 就是说内部不合 这是会打倒你 会让你放弃 会让你失败 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有问题 第二个呢 内部没有问题 但是外在的环境不顺利 外在环境的挫折压力困难 这会把我们打倒 所以人生 总而言之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叫内忧 一个叫外患 其他的那些真的不是问题 因为只要你会解决问题 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可是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什么 内忧 里面的人对你不满 这个真的你解决不了的 而非常遗憾 耶稣就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从头读 如果你今天从马太福音一开始读 发生什么事 施洗约翰拆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 他问耶稣什么问题 他说你真的是弥赛亚吗 我的老师现在怀疑了 你真的是弥赛亚吗 还是我们等候另外一位呢 哇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 这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因为一个人能不能够成功 不是取决于他的能力而已 还取决于他的身边 有没有人了解他 什么是能力 你身边有人了解你 那就是能力 大家要重新定义能力 你就算再厉害 身边没有人帮忙你 那都不能够算是能力 那叫孤掌难鸣 蒙虎难敌喉全 所以你不管你多厉害 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绝不能够孤军奋战 所以你像美国的这些电影 超人 蜘蛛人 蝙蝠俠 美国队长 钢铁人 这些人不管多厉害 到最后连电影都知道 最后得合体 所以超人特工队 得把所有这些超人 他们要teamwork 一个人也不行 而且电影还演 这个蜘蛛人 钢铁人 又不合 超人跟谁又不合 这是非常合理的 能干的人常常不合的 你懂这道理吗 那不合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美国的电影 常常在呈现 让所有的这些观众 在看的时候 引导大家来思考的 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人生最大的问题 不在于你的能力 你的学历 你的财务 你的整个人的状况 那个真的不足为道 你不过就是一个人 最大的问题是 没人挺你 没人支持你 那这是你最大的困难 那因为我是从台湾来 我总是比较举台湾的例子 台湾这是高雄的选举 打得如火如荼 那怎么搞成这样子的呢 因为你熟悉台湾的人 就知道高雄长期以来 它都是绿色的天下 号称不用推个人 拿个西瓜端在那边 都可以当选 那个民调上市选举 绿色阵营赢了七八十万票 怎么也不可能翻盘 结果没有想到 这次出来一个光头卖菜的 把这个战局打得很混乱 那我们在教会 我们不会去支持 某一个政党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给你举例说 为什么那个烈士这么明显 他为什么会突然可以翻盘 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 谁在帮忙他 这就是最厉害的 有一些人自动的做网路 帮他宣传 他说我都不知道 现在是谁在帮我打这场选战 因为什么叫能力 有人帮忙你就是能力 大家记得这句话 有人帮忙你 这就叫做你的能力 不见得自己要多厉害 自古以来三国打天下 猛张飞 不管你多厉害 但是最主要是有人帮忙你 刘备不厉害 那刘备厉害就是 有张飞关羽 就有人帮忙他 你不用厉害 帮你的厉害 那就厉害 那我们倒推过来讲 你多厉害 帮你的人不帮你了 甚至还背后捅你 那你就不厉害 今天耶稣面对的 竟然是这样的情况 耶稣常常被质疑 法利塞人质疑耶稣 我在你们教会讲过这段经文 施洗约翰派他的 也不是派 他的学生来问耶稣说 我们跟老师都禁食 法利塞人都禁食 你怎么不禁食 这是我上次在这个教会讲的经文 耶稣就说 这个禁食是宗教仪式 所以耶稣就用 新酒装在新皮带 解决了这个问题 耶稣经常接受来自各方的质疑 但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马太福音这么严重 因为今天的质疑是 施洗约翰问他 说你真的是弥赛亚吗 这是对于这个人的本质 产生的质疑 不是对你的行为质疑 你耶稣的 约翰的门徒问耶稣 你们怎么都不禁食 这个是行为 行为可以讨论 今天如果你来 你批评我们做牧师的 你来批评我们说 牧师啊 你这个道讲的不好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忍受啊 如果你跑来讲说牧师啊 听说教会的奉献钱 你拿了不少啊 那这个我们不能忍受啊 这非常大的指控啊 因为你现在不是针对 你是对我这个人格 产生质疑了 这个简直是羞辱啊 约翰派他的学生来问耶稣 说你真的是弥赛亚吗 你很难体会这种心情 你要我勉强形容的话 我只能够说 我跟师母吵架的时候 师母讲一个话 那对我打击就是很大 师母想说 你做什么牧师 你这种人 你还有资格做牧师吗 哇 这个话从会有口里面讲出来 我还能忍受啊 我说你管我呢 反正我是神的仆人 自有神评价我啊 可是你的太太 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不会动摇 会啊 她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 她都这样讲你了 你会动摇啊 所以人生最大的困难 是你最亲近的人 当他跟你没办法同心的时候 那是人生最大的困难 内忧永远是一个人 活在最大的痛苦 所以曾经有人告诉我 刘牧师啊 你要是能够搞定我的小孩 我财产一半都分给你啊 因为他是大企业家 在外头呼风唤雨 谁都听他话 他就回家没辙啊 孩子不跟他讲话 痛不痛苦 痛苦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在舞台上 你不要说是牧师 你今天政治明星也好 隐心歌星也好 我开演唱会 我在台上 光鲜亮丽 可是最后呢 曲忠仁善 请问我下了台 我往哪去 回家 底下千千万万的民众挺你 曲忠仁善 这些人都上哪去了 回家 所以人生最后的归宿是什么 家 要回家 后来你发现你的敌人在哪里 家里 那你怎么办 外面的人都搞得定 就里面的人搞不定 不好意思 loser 你依然是失败者 这是为什么我跟师母来美国这三年 我们一直在推动婚姻家庭的事工 因为一个人在教会 不管多厉害 多虔诚 多认真 不管在职场上赚多少钱 社会地位多高 但是真正上帝最看重的第一件事情 家 因为声音上说 人不照管自己的家 焉能管理神的家呢 所以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同工 所有的基督徒 你今天到教会 这叫做神的家 可如果有优先顺序的话 请问哪一个是比神的家更重要 就是你家 你的家 神说你连你自己的家都照顾不好 你还来跑到教会来照顾别人 这是说不通的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教导 所以这三年来我跟师母 我们在湾区 我们做的几乎都是在做家庭讲座 因为湾区不缺神学讲座 神学家这里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家的问题 不敢讲出来 讲出来没有面子 可是你发现圣经里面 竟然把施洗约翰的事情讲出来 而且我们真的是佩服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他知道他要死了 他知道这一次 他绝对不可能活着从监狱里面出来了 因为所有凡是公开指责执政长的 大概都是死路一条 而约翰当时公开指责执政者 所以被抓去关 约翰知道他抱着必死的决心 我这回我是出不去了 死以前要确定一件事 我曾经力挺的 这位耶稣是不是弥赛亚 是不是约翰产生了怀疑 为什么怀疑 因为约翰走的路线 是那种天上降一把火 烧死坏人的路线 他就派他的学生问耶稣说 我怎么觉得你看着不像呢 是不是我搞错了 弄了半天我长江一号 你长江二号 所以我真正的弥赛亚还没来吗 如果你不是弥赛亚 你要老实说 弟兄姐妹 这是施洗约翰值得尊敬的地方 要是我们现在的文化的话 施洗约翰就跟耶稣讲 耶稣啊 万一你不是弥赛亚 可千万别说啊 装也要装到底啊 因为当时是我挺你的 万一不是的话 我脸往哪放啊 你要说你不是 你也等我死了你再讲啊 施洗约翰令人佩服就是 他当年力挺耶稣 看哪神的羔羊 出去世人罪孽的 我给他拎鞋子都不配 当时你讲得这么大声 而如今你对耶稣产生怀疑 那施洗约翰令人佩服就是 产生怀疑我就澄清 耶稣你是不是 不是你赶快讲 我死以前我在狱中发表声明 开记者会 我就宣布说 对不起各位乡亲父老 我错了 耶稣不是弥赛亚 我赶快认错 这是一个真正有真理的人做的事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然而对耶稣来讲 这叫情何以堪 第一位你知道耶稣 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耶稣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 从小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这是一件很苦闷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不被了解 在世界上没有人了解你 耶稣带着这件门徒 门徒了解他吗 不了解他 耶稣问门徒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人说我是谁 你们说说看我是谁 门徒说 有人说你是先知 有人说你是这个 有人说你是那个 很明显的 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半 门徒不真的知道耶稣是谁 这正常吗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 因为神会来到世界上 这太夸张了 没有人想得通 神怎么会来世界上 所以神来到世界上 耶稣是谁 用人的智慧逻辑 我们想不通的 所以耶稣从小到大 我觉得他最不容易的事情就是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长得跟大家一模一样 可是其实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会得精神分裂耶 这会得忧郁症耶 就是你们都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啊 连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 你说他爸爸妈妈当然知道 玛利亚知道的 那个叫做神学上的定义 天使向他显现 说你要生的儿子是怎样怎样 玛利亚是神学上知道 但玛利亚并不真的 因为没有人 他没有养过这种孩子 人类里实际上 没有人养过神的道成肉身嘛 玛利亚当然不知道 所以有一件事情 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跟着玛利亚到圣殿去 那到了圣殿 耶稣终于回家了 你知道吧 耶稣从小到大 他就知道我不属这世界 我是来救这个世界的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可是没有人知道 这个天大的秘密 一直到十二岁 耶稣进了圣殿 对耶稣来讲就 回家了 那他真的的家 因为他回到了神的家 所以耶稣好高兴 跟这些文士 跟这些神学家 就讨论圣经的话 那这些人也觉得 不得了 这个孩子有出席 这个将来不是史丹佛 就是哈佛 哇这个孩子怎么 他讲的圣经 很多的观念想法 我们都没想过 你当然没有想过 因为声音上说 除了耶稣是从天而来的 没有人知道父安 所以耶稣提出来的角度 耶稣解释圣经 都跟当时的神学家 牧师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稀奇 于是在那边废寝忘食 一直在那讨论 一直在那讨论 开神学研讨会 那耶稣爸爸妈妈 那当时人很多 耶稣爸爸妈妈就 结束的时候就走了 妈妈以为耶稣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以为耶稣跟妈妈在一起 等到爸爸妈妈一碰面 孩子呢 我怎么知道 哇孩子弄丢了 这还得了 所以两个人急着忙着 赶快回到圣殿 一看耶稣还在那神学研讨会 所以玛利亚就着急 他说 耶稣你搞什么 把我们都急死了 所以你从玛利亚的这个话 你就知道 玛利亚一直用一个 单纯的母亲的角色 在照顾耶稣 什么时候玛利亚才开窍呢 耶稣三十岁的时候 耶稣那时候还没有行过神迹 但在迦拿的婚宴里面 当玛利亚 人家发现酒不够了 不晓得玛利亚是不是那个 婚礼的总务 反正人家就跟玛利亚说 酒不够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玛利亚说 只剩一条路 我请耶稣帮忙 看他可不可以帮忙 那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 所以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玛利亚那时候 他才意识到耶稣不一样 但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他也不知道 所以没有人知道耶稣是谁 他的门徒也不知道 父母也不知道 耶稣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如果你要说 这个世界上唯一 人类当中最认识耶稣是谁的 是谁 施洗约翰 因为施洗约翰就是被上帝派来当耶稣的开路先锋的 约翰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降生的 约翰的降生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难怪耶稣说凡夫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国约翰 约翰太特别了 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说你要怀孕生子 玛利亚说不可能 我没有结婚怎么可能 天使说谁说不可能 你要不要去打听一下 你有一个亲戚以利沙伯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这个好笑了 原来当年有人出名是用生不出来而出名的 所以约翰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祭司里面就相当于今天的牧师 他们两个人是生不出孩子出名的 就大家都知道 他们两个是好人 但是就没孩子 这在当时讲是很羞耻的事情 所以约翰的父亲到圣殿 在那边跟神祷告的时候 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是带着特殊任务的 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 凡是生不出来求来的那都特种部队 撒母儿也是 他的妈妈生不出来 后来跟神祷告 神就给他一个儿子 还有谁你记得吗 参孙 也是这都是特别求来的 这个出来的都是带着特殊使命来的 都是超人部队的 都是厉害的 约翰他就是专门 他来就为了验证 童女怀孕是可能的 因为神要给你生命就给你生命 约翰说我就是这样 我爸妈是出名生不出小孩的 但神派我来我就来了 所以施洗约翰是个很特别的人 所以天使告诉玛利亚说 你要怀孕生子 你不信的话 去看你的亲戚 玛利亚马上去求证 结果一到 已经 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了 那个腹中的胎儿 一看到玛利亚来就跳动 以利沙伯说这怎么回事 怎么我的孩子一看到你就这么兴奋 玛利亚就知道说天使没有骗我 所以施洗约翰应该是整个人类当中 大概已经是唯一最接近知道耶稣是谁的人了 所以施洗约翰出来非常有把握 非常有把握 看到神的高扬 甚至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 天开了 施洗约翰就知道我没弄错 祂是神的儿子 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跟大家讲 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 有没有一天会背叛 有可能啊 今天施洗约翰是一个人 他毕竟不是神 他虽然过去有这么充足的经验 告诉他耶稣就是弥赛亚 可是当他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还是怕 万一我搞错 那我误导很多人 这个责任很重大 再次派人家来问耶稣 所以弟兄姊妹 第一件事情 请你要明白 人与人之间难免 有的时候会产生隔阂 人与人之间难免意见不合 如果连耶稣跟施洗约翰 可以说是耶稣唯一的亲密战友 都会质疑他 那今天这教会的同工 有意见不合 正不正常 正常 不要有我们在同一个礼拜堂聚会 大家的想法都一样 不是这样 不要以为说你也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我们大家的想法就一样 不一样 人生常常会让你放弃 因为你期待某一个你很看重的人 要跟你一样 当你很看重他 而他令你失望 当他不符合预期的时候 通常这个时候 我们会遭到很大的打击 我们就会放弃了 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 就连施洗约翰质疑他 都不动摇耶稣的事工 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们基督徒走天路 一定要学习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你某一个尊敬的牧师 他发生了一件 令你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有可能 有没有能够带你信主的人 后来发现 这个人已经不去教会 他已经不信了 还是他已经跑去别的宗教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在这个信仰当中 我们人难免 人是活在关系里面 我们都需要一个家 我们刚刚说了 你最后总要回家 台上台下最后都要回家 有一个家你才有力气出来 在家里面就是 你是怎样的人 你就怎样 你不用假装 有了那样一个地方 你才能够出来面对外面的耳鱼我诈 而耶稣最亲密的战友 竟然开始质疑他 这绝对足以打垮耶稣 耶稣禁食祷告以后 魔鬼试探他 都没有这么恐怖 当你的配偶 当你的儿女 对你有所质疑的时候 当你跟他有冲突的时候 当你跟他有问题的时候 这是人生最沮丧的时候 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 透过耶稣面对这个情况 我们就要知道 人生是有可能遇到这种事情的 而即便是这样 你还是不要放弃 耶稣不但没有放弃 耶稣还夸奖 耶稣还夸奖施习约翰说 富人所生的没有大过他的 因为耶稣接受 人就是人 耶稣不把人当作神 耶稣接受 门徒不知道我是谁 我接受 我爸妈不知道我是谁 我接受 连施洗约翰怀疑我是谁 我都接受 虽然心里面难免会有些感慨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 当你老板对你怀疑的时候 你不要被打倒 当你的小组长 当我们的长职 当教会之间 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 你要接受 不要被这些困难打倒 我们的信仰 不要被这些因素所影响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 很惊讶 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那些人还不悔改 哎呀 今天我孙牧师刘牧师 我们两个讲得到 叫人家你们信耶稣的赶快 还没有信耶稣的赶快 他还是不信 那也就算了嘛 是不是 耶稣来讲你就会信了 结果呢 我们刚读了一段圣经 好可怕 耶稣来讲 也不信 世界上有这种事情 就是有 大家一定想说 如果我们下礼拜 下周讲员写主耶稣 那一定是人山人海啊 我告诉你 不一定 不要以为耶稣出面 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不一定 因为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神迹 义能 那些人 仍旧不悔改 所以耶稣就说 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连这样你都不信 如果当年索多玛 俄摩拉 我是行了这样的神迹 他们早就披麻蒙灰 跪在地上了 哇你们这个时代 心真的好硬啊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离耶稣已经又两千年了 只有更硬 没有最硬 很可怕 现在的新闻 儿子把妈妈头剁下来 有这种事情的 有这种夫妻之间分尸的 各种你都没有办法想象 夸张到极点 这就是这个时代 耶稣就说 我做了这么多 你们还是不信 我们要接受 弟兄姊妹 不是你努力了 事情就会有好的结果 有的时候你努力了 而且你努力了 不是说耶稣没有神迹其事 那我跟孙牧师祷告了半天 人家病也没好 那人家不信 那也就罢了嘛 是不是 那人家 耶稣行神器 死人复活 瞎眼看见 瘸腿行走 行了很多的神迹异能 人家还是不信 耶稣做的 神迹也不信 就是不信 那你能怎么办 这叫无可奈何 所以现在朋友 你人生有没有遇过 无可奈何的事 有没有遇过 食不我语的事 多了 你没有犯什么错 但是你竟然失败了 这种事情在企业界 多得不得了 这个世界上 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 这世界很复杂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耶稣说 父啊 我感谢你 这是我们的榜样 人生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永远记得是上帝在掌权 耶稣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这些事 你像聪明通达人 就这些厉害的 不得了的 什么都看不懂 自以为是的 他想不通 一个婴孩 什么都不懂的 神向他显示的时候 他就接受了 他就开交 他就懂了 耶稣就说 只有父赐给我的 是真的 我凭着自己去赚的 我凭着自己要去做的 都不可靠 是神在掌权 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 人生在世界上 很多事情不在你我掌握中的 那不在你我掌握中怎么办 你要放下 所以耶稣是在内忧外患 夹急的情况下 耶稣说 我放下了 我承认 很多事情 我再怎么努力 没有照我的意思 他说 父啊 我感谢你 你的每一本事 如此 就是说 我看不懂的事情 我交托给你了 所以今天基督徒 我们烦劳苦丹重担的 来到主的面前 不是我们的问题 都会解决 而是 就算问题不解决 我们也没有被打倒 所以基督徒的祷告 出现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你的朋友有困难 有疾病 你为他祷告 他病可以好 他的婚姻就回来 然后他的事业就回来 他的儿女就回来 第一个是你的祷告 神应允了 这是第一个方向 而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祷告 他没有蒙应允的话 你还有第二个方向 那就是你祷告这个人 在他的困难当中 他会遇见神 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 并不是说 你看我信耶稣 你看我多好 大家都生病 你看我没生病 我们平均活到八十岁 我们基督徒都活到九十岁 你赶快来信耶稣吧 对不起不是这样 基督徒不是用 我没有遇到困难 来证明神与我同在 有一个路线 用神迹歧视证明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路线 是耶稣今天给我们留下的榜样 就是即便神迹歧视不管用了 即便我们依然处在那个困境当中 我们也没有放弃 所以人家第一个是看到你们基督徒很有能力 人家说我也要来认识神 可是不要忘记还有一条路 所以人家说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了 你还没有被打倒啊 你的病没有得到医治 你的财务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 你还依靠主啊 所以人家就被这样的一个刚强的生命所吸引 那神会在你身上放你在第一条路 第二条路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里面有更开阔的两条路 不是只有一条路成功的路 还有一条是十字架的路 而通常十字架的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 十字架的路带来的影响 十字架的路带来的这个复兴 这个才是更大规模 才是更大的主流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做基督徒 不要再去想我们是特权 我们应该想我们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怎么样活出一个不放弃的一个信仰 而不放弃是听了这个讲道 从此以后大家就不放弃了吗 不是 耶稣为什么遇到这么多事情不放弃 这是耶稣生命的历练 所以耶稣没有十二岁的时候就出来传道 耶稣三十岁 给我们看见上帝既然造了时间 上帝就尊重时间 所以人生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的 人生是要经过 你要经过很多事情 你才会成熟的 我最后用一个例子会让大家明白 上礼拜我们在教会带一个小组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 年轻的姐妹 她说五十五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我很生气 小组大家就问怎么了 她说前天我生日 我先生完全忘得一干二净 气得不得了 那小组里面嘛 那就有一个长辈就想要来安慰她了 就有一个长辈一个弟兄 她说哎呀 这一种事情小事小事 这一天到晚我也不记得我太太的生日 出来替弟兄解围 她结果又加一句 姐妹啊 我告诉你 你不要太在意 我连我的生日我都不记得 我怎么可能会记得别人的生日呢 这就是弟兄的逻辑嘛 对不对 我坐在旁边心想说哎 这弟兄不错 替我们弟兄来解围 教导一下年轻姐妹 但是你知道时代不同了 以前的话 年轻姐妹听的时候 哦 现在年轻姐妹不是这样啊 那些年轻姐妹马上给她呛回去 说我管你记不记得你的生日 你记不记得你的生日 关我什么事 问题是你娶了我 你就得记得我的生日啊 这个逻辑通不通 很通 对姐妹来讲 这逻辑非常通 你弟兄连你的生日都不记得 那是你家的事 你记不记得你的生日 与我何干 问题是我嫁给你呢 你怎么可以不记得我的生日呢 他一讲完以后 弟兄也哑口无言 是是是是 姐妹说对啊 你看我这个 我的生日我老公不记得 这是多大的事情啊 这太严重了 年轻 怎么办 年轻姐妹 出来解围了 这个年长的姐妹 出来解围了 教会一个 一个已经快八十岁的姐妹了 她说 哎呀 这个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了 像我四十年前 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先生也把我弄丢了 那这就 这就严重了 我说这什么把你弄丢了 她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四十年前 那时候来美国不像现在 先来看一看再决定要不要来 对不起 所有的钱就够买一张万位的机票 还什么先来看一看 就跟他赌了 要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 就赌了 所以四十年前我跟我先生 没来过美国 第一次我们就来了 我的先生是医生 当时美国缺医生 最开放 所以那时候是一团 十二个医生一起来 可是当年美国有一个规定 如果各位比较早期来美国的话 你一定会记得 你要工作一年才能把太太接过来 所以她说所有的医生的太太 都要一年以后才能来 那我为什么可以来 我怀孕了 我们家人说 那不能你怀孕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 所以我们家人另外帮我办了一个身份 让我跟他们来 所以呢 十二个大男人只有我一个 跟我老公来 然后呢 她说那天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从台湾坐飞机坐到日本转机 然后到旧金山入境美国 飞的昏天暗地下飞机累得要死 大家好想吃中国菜 那飞机上东西难吃的不得了 所以大家肚子饿一下飞机 赶快路边找个中餐厅就进去了 十二个连他十三个 坐下来一看 那个时代是1比40 就美金一块钱台币40块 坐下来一看炒饭1.5 算一下台1.5 现在都15块了 那当时1.5 1.5算一下 哇 那就台币60块 哇 台湾20块钱就炒一盆饭了 哇 我这里60块钱 她说真的 那时候穷啊 早期留学生来 穷得不得了啊 怎么办 那就大家叫一碗吧 所以就所有人叫一个炒饭 怎么办 吃不起啊 大家就心疼这个钱啊 然后呢 吃完了以后要算账 要除以13 这多难除啊 还有人说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是小费 糟糕 台湾没有这玩意儿 那美国吃饭 小费怎么给啊 没人知道怎么给 大家在那商量 又要除以13 这姐妹坐在那边说 你们慢慢算 我去上厕所 她就去上厕所 等她一出来 你猜什么 人全散了 她出来一看 人咧 她就傻了 我怀孕 那时候又没有手机 我英文又不好 那吃联了 我这怎么怎么 我灯爆都没得灯 我说 吓死了 40年前 那时候还年轻 都发抖了 问了个副生 那个请问一下 刚才这人说 我不知道啊 走了 她心想说我的天啊 有先生把怀孕的太太丢在餐馆 自己走掉啊 太夸张了 她就问服务生 她们是左转还是右转 服务生说 我哪知道她左转右转啊 好像 我好像眼光这个余光 看得好像是右转吧 这个太太到了门口 一看左边也没人 右边也没人 怎么办 只好跟她拼 那右转就右转吧 她就走右边 急啊 一路走一面急啊 一面想 怎么想也想不通 怎么会有这种先生 把太太忘记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走了好远了 终于看到那一群人 在前面有说有笑 哇 火就上来了 蛤 因为他们到现在 还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 她赶上去叫老公 老公说 哎呀 忘了 你这个 我就说天哪 这事要发生在我家 我肯没命的 这怎么能忘了 你太夸张了 你就算忘了 你好歹赶快先编个什么借口嘛 就那么直 忘了 她说不但她忘了 另外十一个人都说 啊对哟 我们都把你忘了 太夸张了吧 弟兄妹 有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都是医生耶 一群都是医生耶 怎么可能十二个人同时把你忘记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好奇说 我们都很想知道 这个姐妹说 人生嘛 就是这样子嘛 刚来美国 没有人知道小费怎么给 又在那算账 算得晕头赚将 算得大家很烦 因为那时候年穷就资猪必较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了不起的提议 他说管他的 反正这辈子也不会再来这家餐馆了 所以我们就逃吧 小费 不懂怎么给 随便就给几个零钱 最要紧的是 赶快走 赶快走 所以一群人逃命 一面走一面回头看 就怕服务生追上来说 你们这小费给的不对 怕呀 没有过这种经验啊 他说十二个人满脑子想 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 就这样 完全忘记还有一个人在厕所 完全忘记 非常夸张 而且忘记到后来只是很庆幸 还好他没追来 一些人松了一口气 还没想到少一个人 意识到这个太太出现 这个太太 这个老姐妹她就讲说 就是这样 人生很多事情 你遇到了嘛 就是这样 好 各位 这个年轻的姐妹 听了前辈一句话 会不会明年开始 就不过生日了 我告诉你 不会 你听懂吗 人生就是一个历练啊 你得每一年这么碰 就这么磕 往前走 有一天你到了那个年纪了 你自然你就会知道 先生把你生日忘了算什么 更离谱的事还一堆呢 你等着吧 你后头还有四十年 你慢慢玩吧 人生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 是这样的你懂吗 那个姐妹讲完 那个姐妹说 那好吧那我也来讲两个吧 我结婚那天 台湾的洗衣俗是最后 客人都吃完了喜宴 新郎新娘在门口端糖果 每一个人走的时候拿糖果照个像 就拜拜了 那个新郎就是 因为都是教会的人嘛 就开始照顾 拿了糖 哎呀谢谢 谢谢你们来啊 那我们安排了谁谁谁带你 有人带你回家 就每一个他都要叮咛他 你是不是要怎么回家 谁谁带你回家 有没有车辆安排好 很细心的先生 通通安排好了 客人通通送光了 最后 他说我老公进来转过来 说 那谁带你回家 有没有人安排好 太太看着先生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今天洞房挖厨业 你要安排别人送我回家 你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有时候很多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你就是慢慢来吧 烦恼苦丹中担的 不是说 这个人都没有什么问题 你找他诸事大吉 对不起 不是这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 人生有时候遇到很多的苦难 没有答案的 你知道吧 很多事情 没有解决方案的 没有solution的 你知道 在湾区最大的问题 每个人都在搞solution 人生有些事情 它就是没有solution 你只能够忍耐 你只能够继续往前走 你不要现在就放弃 你往前走 你到了那个时候 你就突然你就懂了 人生不能够放弃 不管多困难 不能放弃 婚姻不能放弃 亲子不能放弃 事业不能放弃 连你的生命都不能够放弃 信仰不能够放弃 人生这条路就是怎么样 我怎么能够不放弃 耶稣说 要放弃 我最有资格放弃 十几约翰怀疑我 彼得三次不认我 犹大把我卖掉 哇 耶稣经历过这种 倭理反的事情多了 外面的事情 法利塞人抵抗我 污蔑我 抹黑我 最后把我钉在十字架 这都是耶稣经历的 耶稣经历这么多事 才说 烦恼虎丹中丹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都懂 基督徒 我们如果要安慰别人 不能什么都不懂 也得懂 而你所有懂的东西 怎么懂的 都是流血流汗 都是哭过闹过烦过 几乎都要放弃 最后 人生妙不可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真的有很多人生活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懂 我们只能够体会 我们只能够往前走 求主赐福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很多事情 是变成很大的打击 有的时候我们那口气吞不下去 有的时候觉得委屈冤枉 有的时候觉得无奈 但无论如何 你已经给我们一个榜样 我们心里柔和谦卑 知道有一位神在掌权 我们要到你面前放下 放下 再怎么放不下的 只要到主的面前 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就放下 我一些所有的都是父赐给我的 是父在掌权 不是我在掌权 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谦卑的心 来走人生的路 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